踏入这家杂货店,购物者对全中团堡材料之作的饭壳,水杯,刷子,剔戏刀,肥皂,特别是极具独特的手提袋而感到高兴。 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,大部分都使用塑料袋。 来到这里,这家杂货店的人员将这些塑料袋编织成漂亮的手提袋,这样可以减少塑料垃圾。 绿色杂货店模式是由一位90后姑娘创立的,目的在于推行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,并减少塑料垃圾对环境的影响。 塑料袋从企业的飞物园中收集,经过彻底清洁后,将这些原材料编织成手提袋。 这些手袋编织十分细致,坚固耐用,而且充满创意。 塑料是一种低价值的废弃物,大家经常过度使用塑料袋并将其乱扔,而不考虑到如何回收它。 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,平均一个手提袋要用30个塑料袋制成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家炸货店的80%员工是盲人和听力障碍者。 他们参加了经营、客户服务、营销等大部分工作。 此外,他们就是给塑料垃圾一次新生命的人。 目前,人们一般认为残疾人,特别是盲人处于弱势群体,是必须依赖家庭和社会的人群。 绿色杂货店创始人攀势筋横,已经引导我们制作这份工作,改变我们的思维。 凭借携手保护环境,进行绿色生活方式,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等生活理念,绿色杂货店模式日益得到推广,在全国各省市拓展,从而为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。